范冰冰至今被造谣最多的就是和红金堡有私生子的谣言 这个谣言范冰冰屡次起诉但还是谣言不断 最近范冰冰打赢五场名誉权案 每场均胜诉获赔8万元合计40万 范冰冰分手之后传出好消息胜诉无起 被告均败诉需要书面向范冰冰赔礼道歉 每人都要赔偿范冰冰经济损失7万元 精神损害抚恤费1万元 每人合计要赔偿8万元 这五位被告在微博大司发布有关范冰冰的谣言 比如范冰冰被红金堡包养剩下私生子 范冰冰出道的时候被贾云50万元每月包养 范冰冰靠陪睡逢小刚抢却白白河等 谣言离谱且对范冰冰的名誉权伤害很大 还有谣言说范冰冰被大25岁的男艺人侵犯 为了李承才赢任 这个博主甚至造谣范冰为了资源深夜和导演对剧本 这些虚假事实属于诽谤 给范冰冰带来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还有冒充马容造谣范冰冰的 爆料范冰冰黑历史无数 还称范冰冰签约怀疑之后陪世王钟磊 更是无底线造谣范冰冰被包养期间母女一起上阵 这些谣言都导致范冰冰被外界误解 对范冰冰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创伤 这些谣言都要穿 Air